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地去修正此生 就是不能保证大家即神成佛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没有人能保证 我不像人家有些台湾 有一些张狂的师父们 你只要认识我了 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没这个本事 所以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 我们从古到今的传承 包括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教学生都没保证学生在他活着的时候 跟他一起都能成就的 你看有没有 你看经上没有这么一句话 但是今天邪魔外道歇世说法如恒河沙中 这个赶宝年只要信了我 然后我就让你这一辈子成功 我就让你这一辈子什么 这个一听就是邪魔外道 功修功德婆修婆德 因果不坏 大众如果不肯老老实实的去清阴宵夜 了阴结新的果 神也不能替你成佛 但阿弥陀佛的愿力大 但是阿弥陀佛那里的治安特别好 所以他不搞绑架 不是说那个地方好 我把所有的众生都绑架 管你越不越来 我都给你绑架来 没有这回事 所以是不可能保证 所以大家呢 好好修着弥陀无法 极乐无法 这个一定能够保证成就 这是有保证的 为什么呢 在三倍九品往生的无量寿经中 讲得很清楚 哪怕你是作恶多端的人 临命中的时候 也就是你好死的时候 有善知识跟你传这个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 你能够生信 持念 哪怕念名 持名 念佛 念实声 那么一定往生 大家就在寻思了 那好 我现在就去做凡夫 等着我死 我念实声 如果是这个不能往生呢 我找你张不生算账 这个古代有句话呢 叫招闻道西思可以 什么叫招闻道西思可以 这个闻是门内有耳 也就是耳朵不长在外面 你们的耳朵长在里面吗 没有 是长在外面 这个门内有耳 这个门是心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从耳朵听 听的这个 这个要进去心里面去 进去心门里面 叫反闻闻自信 反闻闻自信 你就见到道了 这个时候 你安置在道中 死了 你就归道了 说招闻道西思可以 是这个意思 不是早晨听说 有这么个道 原来天地间有个大道 原来天地间有佛有如来 你晚上死了 你就可以入流亡所 然后就入道了 就成道了 所以大家对于古文呢 理解的不深 什么叫善知识 这个受受你这个法门 受受就是 它是指示你 帮你打开心门 然后引导你 归入自己的自信里面 自信里面去 心中心里面去 你进去了 你就见性了 见性可不就成佛了吗 对不对 你见性了 你就成佛 但是不是坚固的佛 是一念觉 一念佛 所以这个时候怕你不坚固 说赶紧怎么样 既然是自己见佛了 那就还不能够坚固 就赶紧去极乐世界 去极乐世界做莲花化生出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实念一定往生的 你如果真正的返文文自信 安置 安住在自信里面念 持明 念佛实生 一定往生的 这个是绝对的可以做到 但是问题是说 我听了 有这么个世界挺好的 我想去 然后我就能去 这是胡说八道 所以是 这个 阿弥陀佛的这个法呢 它书上在这儿 就是 这个 三根仆背 就是上中下三根 你再顿 你就一辈子 一生佛都没听过的人 那你在临命中的时候 你还是不持五戒 作恶多端的人 你只要这个 这个深信 然后闻进去了 经善知识 受受 这种叫持明大事 持明大事 它就是能够直接 把阿弥陀佛的光灌到你的心中 激活你的自信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遇到这样的大善知识的 你又肯和他同频共振念实生 在心中心念实生 就往生了 就得往生 这是下品下生 最不好的 就这样也是可以往生 何况你们现在很精健 在修一生成就法 那么这个 你如果是从现在开始 用一生成就法的这些方法 做加持力 那么你往生至少是上品 上品有三 这个上品三生 有上品上生 上品终生 上品下生 至少是上品往生 你如果寄生成佛了 寄生成就了 你最后临命中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那么去了干什么 当下去了 当下就见佛了 见了佛以后 就又回来了 做什么 做这个成愿再来的大菩萨 又投胎了 成人 就像释迦牟尼一样 一生补出佛了 你到那去了 见了阿弥陀佛 就成一生补出佛了 然后你就倒架此行再回来 再成人身 再度众生 千里omie